澳方的这个指责它本身就是虚假的 因为网上流传的不是照片 是中国的一个年轻人用电脑绘制的插画 绘制的插画同伪造照片 我想是不同的概念 那么这张插画它依据的是澳大利亚国防部自己已经证实的调查报告 虽然是画反映的是事实 事实上我注意到昨天就中国网民都在热议澳方的有关的表现 那么这幅画的作者好像也出来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我看到有报道说这个画的作者对媒体表示 莫里森先生你们士兵做的事比我画的画残忍多了 所以我来这记者会之前特地请同事 从网上打印了几张照片 以及澳大利亚国防部的有关的报道 我想这些可能都是事实 这不是伪造 这些都是澳方自己发布的东西 还有澳大利亚国防部的这个报告 一些的细节在里面 也许还有一些细节不在里面 所以我就在想 很多其实中国人和我一样都在想 为什么澳方一些人会对这个事件做出令人诧异的如此强烈的反应 倒打一耙 胡搅蛮缠 那么我想他真实的目的无非就是想借话来转移视线 回避矛盾 转加压力 企图把国际舆论对澳大利亚的一些军人残杀阿富汗无辜平民的这种批评和谴责 转换成对华的市场和适应 我想对于这点呢 大家都看得十分的清楚 我今天还看到了一篇公众号的文章 我觉得非常的好 可以介绍给大家 那么这篇公众号的文章 它的题目是 我可以 你不可以 凭什么 我想这句话说出了很多中国人的心声 的确是有一些人 他们 总是抱着我可以你不可以的心态来对待中国 比如说 在科技上 我可以拥有5G 你不可以 经济上 我可以超过你 但你不可以 舆论上 我可以公开攻击你 公开的支持藏独 公开的支持台独 公开的支持新疆的分裂势力 公开的支持香港的反对派和暴力违法分子打砸抢 但是你不可以 这种我可以你不可以的心态 其实说到底 就是反映了 个别人 或者说一些人 一种莫名其妙的 不可理喻的 傲慢 和虚伪 那么他的真实目的 其实也就是要剥夺中国 说出事实真相的权利 他们就是害怕 有人大声的说出来 看那个皇帝身上并没有衣服 所以我想呢 对待什么是虚假 信息这样的问题 我希望有关的人士能够冷静下来 进行一些理智的思考 能够冷静和理性的来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 并且呢 采取建设性的行动 同中方共同努力 来直面问题 妥善的解决问题 共同维护 关系的健康发展 我想这才是真正符合 人民的期待 也真正符合 有关国家的根本 和长远利益的